为什么大型风力电机非要涨的跟个奔驰标志一样 均匀的伸出三个叶片 为什么不能像宝马加到四个叶片 也不能像沃尔沃剪到两个叶片呢 我是人称百科全书的火箭书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有关风力电机的有趣话题 首先我们来看看它的工作原理 简单来说 它是通过将吹过气表面的风的能量 截取一部分下来 变成让自己旋转的能量 进而带动发电机来发电的 所以关键就在于 它能从风烂里截取多少能量下来 换句话说 就是风能的转化有多高 为了尽量简单 我们来考虑一种极端的情况 假如风力电机在旋转平面上装的不是叶片 而是一整张密不透风的圆盘的话 会发生什么情况呢 它会将吹过来的风完全的挡住 于是风力就完全冲到了圆盘身上 那么风能也完全转化到了圆盘身上吗 答案是否定的 因为风能转化公司告诉我们 除了作用在圆盘上的风力大小很重要外 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因子存在 那就是通过圆盘的风数了 两者相称才是转化功率 从这点上我们就能看出来 尽管圆盘把风力全给接了 但是却将风数完全给阻挡了下来 结果就是一个再大的数乘以0还是等于0 所以它必须要镂空一些 让一部分的风依然能够快速的通过自己 而让另一部分的风撞在自己身上产生作用力 这两者之间的最佳组合是多少呢 计算表明前者是2分之2 后者是1分之1时转化的功率最高 也就是说吹过圆盘的风数 降到了原始风数的2分之2 而在这种情况下 风力对圆盘施加的作用力的比值 则为9分之8 两者相乘得出一个系数0.59 59% 这个就是风能能够转化到圆盘上的最大功率了 它叫做倍资极限 好了 现在就让我们回到装着叶片的正常风力发电机上来 为什么通常它们都只会装着3个叶片 而不是4个 5个 6个 甚至更多呢 理由很简单 尽管随着叶片数量的增加 风重于叶片平面的力也增加了 但是却让经过它的风数减小了 叶片数量越多 风数减小越大 直到最后变得就跟个圆盘一样 密不透风了 其结果会怎样 我们在之前已经领略过了 所以看起来3片4片应该是一个最适合的词 实际上4片的成绩还要略好于3片的 可为什么现实中却找不到4个叶片的风力发电机呢 因为成本 要知道每个叶片长达60米 为了保证它还能足够的轻足够的强 在材料上是要下绝对的血本的 4片比3片在对风能的转化效率上高不了太多 但是价格却一下子高了很多 两个放在一起考虑了一下 人们还是决定选择性价比更高的方案了 那要是这样说起来的话 只用两片如何呢 岂不更省钱吗 这个正好就是我们接下来马上就要讲到的部分了 它跟转速有关 如果你曾经观察过一台运行当中的风力发电机的话 就会发现它的叶片旋转速度真的是惊人的慢 从数据上看也是如此 每分钟只有7到12圈 这里能够直接拿来发电的水平显然差得太远 所以必须要加上齿轮变速机构 使发电机的转速来到差不多每分钟 1500转的水平才行 但这个速度显然还是越快越好 为什么不在一开始的时候就让叶片转得更快呢 这是由两方面的原因决定的 其中一个是当叶片的旋转速度越高时 其对气流的阻塞作用也就越大 我们可以形象点来看这个问题 当三个叶片转得不那么快时 在气流的眼里面看到的就只有三个叶片 当三个叶片转得快起来时 它一眼花可能看到的就是五个叶片了 转得再快点 那看到的叶片自然就更多了 最终又来到了密不透风的圆盘效果了 而我们之前已经讲过了 主色的风越多呢 在叶片旋转面上的风速就越慢 风能转化的功率也就越少 所以结论就是 更快的转速并不能带来更多的发电 对于每一个风速而言 都有一个对应的是风能转化功率最大化的最佳转速 这样的转速可以通过调整叶片的角度来实现 另一个原因当然也跟物理有关 物体旋转起来之后会产生离心力 质量越大转速越快 产生的力也就越大 这就对我们的材料力学提出了严峻的考验 遗憾的是在自然面前 我们往往败的溃不成军 所以正好就讲到了两个叶片的问题了 想要在它身上产生出足够的迎风力 就需要让它比三个叶片的同行转得更快才行 而一旦转快了 它就很容易把自己撕裂了 得了 还是就用三片吧 最后我们再讲一点非技术向的问题 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现在在我们身边 经常都可以看到风力电机的身影了 感觉它是越来越多了 实际上确实如此 尽管目前风力电机装机数量最多的还是英国 但很快就会被我们国家返超了 沿着上海从北一直南下至香港 在这片跨越上千公里长的水域里面 我们正在建设全球最大的离岸风力电站 其产能将远超世界其他地区的总和 是的 这就是我们面对可再生能源转型的态度和效率 做的永远比所有的更多 我是火箭树 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故事讲给你听 对了 这片海里面高松起来的风力电机该怎么建呢 你想听听吗 不错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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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